另外再带你来看到是在五谷的这个明德路10号旁边的有一块空地 那么当地的里长也就是水队里的里长表示呢 这块空地呢是属于国有财产局所有 长期来因为没有人管理的关系 所以呢这块空地呢现在成为了这个汽车车随意停放的停车场 而且环境十分的脏乱 因此呢这个里长特别向这个新北市议员陈明毅这边来陈勤 那么议员也特别安排了会堪 五谷明德路10号旁边有一块空地 里长表示这一块空地属于国有财产局所有 长期以来无人管理现今变成汽车车随意停放的停车场 而且环境脏乱 希望能够以新北绿佳园方式施作绿美化成为林里公园 我现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五谷我们水队里 一个中心点也是消防队也是图书馆一个招养公园 旁边一块空地这个空地现在目前就是说没有管理单位 任那个民众停车放机车 就是制造一些脏乱也没有单位可以来好好的管理 我觉得很可惜 所以说这个是国有财产局的地 我想来做个给我们水队里一些就是年纪长一点 或小朋友他们可以就进来做一个测试就是说那个利媒化 做个公园跟旁边公园结合在一起 让他们有个休闲地方 市议员陈明毅日前邀请相关单位进行会刊 他也表示针对这块用地他会争取拨用给新北市政府 再交由市府交给公所规划 除了可以考虑系建停车塔之外 同时也可以做其他使用 希望难得争取的用地能够多用途使用 我现在希望是从国有财产局把它拨用了以后 然后我们再好好来规划这块基本用地 它可以成为一个老人休憩的地方 室内的 然后上面是有停车的空间 对我们这里就社区的民众来讲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大概今天朝这个方向 那国有财产局也很乐意跟我们做配合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左手下去进行 尽快地把这个土地的所有权属 拨用给新北市政府 然后我们由公所来配合做规划 里长表示希望作业脚步能够加快 将这块闲置脏乱点早日新建成为邻里公园 提供给附近居民一处亲子同乐的休闲场所 记者在五谷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